大家好 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上海南南对阵苏州肯蒂亚队的比赛 那么今晚呢这场比赛也是成为焦点战役 因为呢上海南南究竟能不能战胜苏州肯蒂亚从而挺进八强 是一个绝对很大的一个看点 因为呢很多现在很多球迷都希望李南在客场把李春江先翻 因为呢李春江有一些太狂傲了 因为在苏州的确是故意放水一场 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苏州肯蒂亚队在客场战胜上海队 把上海淘汰出局 那么整个CBA才有精彩性才有戏剧性可言 那也是球迷非常想看到的一个局面 说实话呢两队的实力对比 当然李南的球队会差一点 但是呢现在双方是一比一 谁都有机会 谁只要拿下今晚的比赛 谁就将获胜进入下一轮 对于双方来说机会是均等的 只是由于苏州肯蒂亚队的一些整体实力方面 还是不如上海队 但是呢不要忘了篮球也是圆的 任何可能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呢李春江 其实他的心里面应该也挺紧张 如果今天晚上输球 他就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 因为上一场能够拿下苏州肯蒂亚队的情况下 故意选择年轻的阵容去打 也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一个名分 今天晚上如果李春江输给李南 那可能真的是成为CBA的一个大笑话 所以呢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我相信呢全国球迷都在关注 不管是哪支球队的球迷 今天晚上CBA就一场比赛 都要坐在电视机前或者去前往现场 来观看这一比赛 希望呢李南能够以弱胜强 以下克上来完成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 也为自己争口气 也希望呢李春江能够在这场比赛中 展现出上海南南的全部实力 一举拿下苏州队 其实我作为中立球迷 他们俩谁赢都是可以的 只是希望他们俩打出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当然李南赢球 那么这个比赛才更有意思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